因為飛出去這個動作很重要耶 保險 鋁瓶險能不能理賠 都是要你有 哈囉 歡迎回到快BBM去旅行 遇到颱風天 要出火的話 要怎麼辦呢 好死不死呢 我們這裡都要出門 要去沖繩玩 但碰到颱風 台米颱風要來 禮拜三禮拜四 影響最劇烈 偏偏我們要禮拜四出發 我們到現在還在祈禱 希望可以順利出發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知道颱風要來之前 你們可能可以先做哪些準備工作 第一個呢 先確認好自己的保險 先去問一下你的鋁瓶險 華城公司他們 針對於航班延誤 航班取消 他們的理賠標準是什麼 申請理賠的相關文件準備 對 是要正本還是副本 這些你們都可以先問清楚 萬一真的有狀況發生了 你們才可以即時索取到 所需要的文件 方便你們之後 做申請理賠的動作可以順利 第二個呢 就是接著缺了你的旅館 能不能取消 你是透過booking.com訂的 還是agoda 還是跟旅館直接預訂的 你們都可以透過框口去聯繫 快快快取消 還這麼開心 然後像我們呢 這次去沖繩預訂是透過booking.com 所以就算我直接聯繫了旅館 他們也都會說 房間呢 如果要取消 都還是要透過booking.com 那如果已經付費了 也還是需要透過booking.com 那邊做回覆 因為好歹我們是兩碗嘛 那可能有一碗會用不到 那一碗全培 有點貴耶 這到底有多少錢啊 一碗應該也要五六千塊啊 就希望可以順利出發 然後再來第三個 你要確認好那一天 有沒有做其他門票的預訂 還是餐廳的預訂 那如果有預訂的話 都要先確認好他們的取消規則 是不是可以免費取消 多久才要取消 這些你們都可以確認 那最後一個就是租車 那你要先確認好 你的租車公司的緊急聯絡電話 萬一航班取消了 改成晚班機抵達 時間會延後的話 你也都可以先打電話再做確認 相關信件也可以做保留 可以用發行的方式做詢問 萬一真不幸 航班通知取消了 你們就要去跟航空公司確認好 下一個航班會幫你安排 哪一天 哪一個班次 那如果航空公司說後面都客滿了 沒辦法去了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問一下 單程的退費是多少保留回程 然後最慘的就是 再去買一張新的機票啦 哈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熱誇啊 爸爸 啊不管怎樣啊 至少我還是要飛出去 因為飛出去這個動作很重要耶 保險旅瓶險能不能理賠 都是要你有飛出去 才可以申請理賠 如果你不飛出去 你全部都是NO數的 所以我再聽下來就算狂風暴雨要飛出去 沒有啦 狂風暴雨的隔一天 好歹比較好一點可以飛出去 那就是晚一天飛啊 最慘就是晚一天飛 但是也要有虎航還有空位給我 虎航沒空位給我 又不願意把我們轉介他航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買一張新的 單程機票飛出去 等出發前一天虎航有沒有主動通知你 如果有 那就是中獎了 哈哈哈 如果沒通知就是好休息 就是你去那邊享受一下颱風天去沖繩的感覺 好吧 那我現在有未知數 未知數就是 你要跟到航空公司主動通知你 然後你才可以做下一步 你如果在航空公司沒有通知之前 你就先做一步動作 都是當作自己要主動取消 或者是改航班 你都要額外付費的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分享啦 就期待我們可以順利出發 對 沒錯 掰掰 掰掰 然後掰掰 你要不要去買TOMICA 我會買另外一個 哈哈哈 你要買TOMICA 掰掰 掰掰